2024年4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令第五号公布 自2024年4月11日起实行 美国持续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中方决定对参与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 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等 后付反制清单列明的企业 采取以下反制措施 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 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对高级管理人员不予签发签证 不准入境 本决定自2024年4月11日起实行